大家下午好 首先特别荣幸能到 我们来到这里来给大家做这次技术分享 我叫邓德瑞 我是一个Southworks的软件淘化工程师 我做前段大概有了三年了 这次我跟另外两个小伙伴一起去参加了Google I.O 在Google I.O.上也了解到了很多 前沿的技术 尤其是我所关心的一些外部的前沿技术 这次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探索一下 我在这次Google I.O.中 从学到的前端的一些心得 首先我想问一下 来这里的大家有多少是做前端 或者做过前端的 挺多的 那我想再问一下 有谁是做外部的 就不只是前端的 还有后端什么其他的 好的好的 OK 那我就开始了 这次我的这个标题是前端优化的原理工作工具和方法 那我首先会从原理开始去介绍我们要做前端优化的话 它的一些理论基础 然后呢我们会介绍一些前端优化所用到的一些工具 尤其是在Google I.O.上他们介绍的一些最先进的工具 最后我会跟大家一起探讨如何采用正确的现代化方法来最终实现前端优化的目标 那我们从原理开始 那我们从原理开始 首先我想问的是 一个问题是 一个问题是 什么是前端优化的 有没有人愿意回答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说 前端优化 主要今天的一代理工具 一个就是人愿意的速度 第二个就是用户的教育体验 有效程度 第三个就是说 他们的后准备 一下强调 然后其实就是两点 对我觉得其实你说的很对 就不管是它的流畅程度还是用户体验 其实它最终都反应的是一点 就是你的用户访问你的网站的用户体验 那在这张slide上 Google IELTS上 它列出了一个关于 对用户体验影响最大的点的调查 它得出的结论是 前端性能对用户体验的影响甚至超过了 你的webapp的UI和UX设计 实际上前端性能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另一方面 前端性能说白了 它前端性能就是利润 在这张图上 Google找出了这样的例子 在进行了前端性能的优化以后 很多网站的用户活跃度和效益都有非常明显的提升 那什么是前端性能呢 前端性能它像是一个需求 我需要我的网站足够快 但是有的时候它又不像是一个需求 因为你的product manager 你的skateholder 在给你提出需求的时候 它传商危险 它要这个网站很快 它可能更多总是在overseight一些 它想要什么功能上 但实际上呢 前端性能它也是一个需求 在这里我把它叫做跨功能需求 跨功能需求就是一些 它不是business 它不是业务 它直接要求你要实现了什么功能 但是它却是一个 我们作为一个开发人员 需要考虑的一些东西 那这里我们这张图上 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这样的需求 有性能 有兼容性 还有可维护性等等等等 那实际上前端性能就是一个 我们在开发时候需要重视的 跨功能需求 OK 那我们要 我们知道了这个性能 对我们的网站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应该如何去优化它呢 那在这里我觉得 在我们开始真正的前端优化之前 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都有什么东西 是在影响我们的前端性能 首先 浏览器是怎么工作的 其实浏览器出来有一定的年头了 那在现在我们的浏览器 现代化的浏览器 它变得越来越素杂 有各种各样新的技术加入 并且对这些浏览器支持 但是它们虽然非常复杂 但是它们基本连工作原理 其实总结下来 并不是那么复杂 它的职责 无非是发送数据 等这数据回来 等到接收数据以后 然后处理这些数据 再把它们渲染在网站上 而其实影响性能的关键因子 就在这个浏览器的基本工作流程里 首先 延迟 延迟有很多种定义 在不同的场合 在外面的领域 当一个客户端 也就是我们的浏览器 向服务器发送一个请求 那这个请求从发出去 到它最后 服务器返回给浏览器 那这个路上花的时间 我们就叫它延迟 有的时候延迟还有另一个名字 叫RTT 延迟是没办法避免的 因为延迟的来源 它有这么几方面 一个是来自于光速的限制 比如说你这个浏览器 你试图访问一个美国的网站 那你的这个请求 它肯定最终是 以电讯号的请示过去 那因为光速的限制 那这个你是永远无法 完全避免延迟的出现 另外你的这个链路上的一些 各种各样的节点 比如说路由器 交换器 它们在处理你的消息的时候 也有时间 这些都是延迟的来源 这些都是延迟的来源 带宽 带宽非常重要 只是因为 没什么 喂 喂 哦 它非常重要 只是因为这个简单的多次 你从一个服务器上 要下载的东西的大小 处理带宽 就是你最终得到这个东西 所需要的时间 实际上带宽比你想象的 要素杂一些 你家的宽带如果是300兆 比如说300兆的电线 不代表你从一个网站上下东西的 带宽就是300兆 因为带宽是由一切 最复杂的东西决定的 你可以理解成 从你的游览器上发出的请求 在这个漫长的旅程中 经历了非常多 各种不同的环境 而带宽实际上 是这所有环境中 应该说是最短的地方 就是它是由最细的地方决定的 实际上 那我们的游览器 甚至操作系统 它其实有一套复杂的流量 控制策略去判断你的这个 带宽到底是多少 那实际上 那实际上 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不同用户 它的带宽差异可能很大 即使是同一用户 在不同的时间 它带宽的抖动 可能也会很大 因为复杂的网络条件 所以带宽也分为一个 需要考虑的点 DNS解析 域名 这个东西是一个 大家都能理解的 比如说3w.google.com 但是计算机不能理解 所以我们需要DNS 域名转化成IPD 让这个计算机的事件 能不能理解 那这个事情听起来很简单 我无非是想去找一个服务器 我去问他 这个域名的IPD 是多少 但实际上它的背后挺复杂的 而且如果你们做些测试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 在某些情况 DNS的消耗还是蛮昂贵的 比如说在我这个 我找一个网站做测试 我发现他的DNS 查找时间竟然花掉了200个方面 我觉得这个 已经是一个 不能被我们忽略的点了 其实路面这个图 是一个正常的DNS查询 它所走过的路程 我们可以看到 在最差的情况下 它甚至需要8到9步 才能最终把这个结果反归给你 但是这个不一定 有的时候 因为一些缓存 优化技术 它不一定是这么慢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 这个DNS解析 也有可能成为我们性能的瓶颈 TCP TLS 我想大家这个都已经很熟悉了 可能从大学 那边 那个网络那边 他就会讲这个 实际上 TCP 在建立过程中 它 它 会有一个类似于 这种三次握手的过程 对吧 那我们想想 刚才讲过的延迟 那三次握手 所需要的时间 很可能就是延迟乘以3 如果你的延迟是200毫秒 那你可能光建立这个TCP连接 就要100毫秒 那通常呢 你的这个浏览室 在访问一个网站的时候 它对同一个域名 可能会建立多大六个TCP连接 它主要是用来防止 它为啥不是一个是六个 它主要是为了防止一些 网络的导动造成的一些问题 那如果你的网站 嗯 因为什么原因 不停的需要重新建立这些TCP连接 那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性能问题 静态资源 任何网站都不能坏脱静态资源 因为我们需要改内容 呈现给客户 这静态资源也就包括 一些用户能看到的文字 图片甚至声音视频 那也包括我们让这个网站跑起来 在各种原来 JavaScript, CSS 那它的时间 其实 用户得到这些信息的时间 那可能就是你这些文件的总大小 除以一个用户的带宽了 所以说静态资源越小 它的性能就越高 那这里总结一下 我刚才介绍的几个关键因子 延迟 带宽 静态资源 DNS 还有TCP 跟SSL 那现在web的趋势有什么呢 我总结了先按这几个点 第一呢 我发现现在的一些web web网页 它在包含越来越大的数据对象 比如说你的library越来越大了 你之前可能不用什么library 就把这个web网页砸起来了 那现在你可能为了更好用户体验 你开始引入各种各样的NPM包 比如说一个reax全家庭 可能就有一两百kb了 那资源不仅更大 而且更多了 以前我们可能并不用太多的枯 那现在我们 跑起以后可能会用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 甚至一些第三方呢 比如说性能监测 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这也给浏览期待了更大的负担 那另外呢 我们的页面逻辑也更复杂 那现在我们有一些 现在我们的web 我们的网站 已经不像是一个简单的网页了 它越来越像一个application 它有更多的内部逻辑在里头 那这些东西无辜 都在消耗着浏览期的性能 那还有呢 更多的hostname 我们刚才聊了DNS DNS有时候是蛮不贵的 那当你的网页上引入了 越来越多的第三方的东西 各种各样不同的域名 那它的消耗也在上升 更多的tcd套节字 因为前面三个web的趋势 就是浏览期需要不断的进化 去满足我们这样的需求 那它就在建立越来越多的tcd链接 而tcd链接是很昂贵的 下面我们开始介绍工具 在googlel上 我参加了不少关于web领域的分享 也接触到了很多新的工具 有趣的一点是 我发现他们介绍的绝大多数工具 都是性能测试工具 各种各样的工具 目的是把一些东西变得可视化 性能测试在我看来主要有两种 一种叫实验室测试 实验室测试就是在你的设备上 去类似于跑转 去看看这个网站的性能 到底是怎么样 那另外一点 另外一个角度叫做真实用户测试 真实用户测试 往往是通过去收集 你的这个网站的所有用户 不是所有用户吧 就是网站的用户的 真实的那个 真实的用户数据 比如说这个用户他加在这个网站 需要多长时间 就是这样的数据 在我看来性能测试是非常重要的 它甚至我觉得可以说是 它是性能测试的基石 没有很好的性能测试 你是很难让性能测试 并且真正实现了 那它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首先给你提需求的人 他可能不能弄弯心性 他只关心赚钱 他只关心我要出一个新的需求 这个需求可以给公司 比如说带来更大的利益 但是实际上 你的性能如果不好 你会影响用户体验 用户体验不好 那就会进一步影响你 你的产品赚钱 那其实实际上在这一点上 你跟你的Stateholder是一致的 什么就殊途同归吧 那该怎么来弥补这个缺口呢 你需要用可视化的道理来说服它 你想要想尽各种办法 比如说你需要向Stateholder证明 你的现在的这个网站性能 在影响你赚钱 如果你的性能提升到30 你的钱会多赚过差 那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性能测试能够帮助你找到 你的突破口在哪 我知道我的网站性能够好 那我应该怎么提升它呢 那最后呢 我觉得性能测试它不是一个做一次以后一劳容易的 性能优化不是一个做一次一劳容易的事情 那它是一个长久的过程 我们需要找到一些办法来进行持久的关注和改建 那现在我们介绍的第一个性能测试工具 叫做PageSpeed Insights 这个工具的使用很简单 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网站 谷歌的一个网站 在你网站输入一个线上网站的预名 它就啦啦啦啦开始进行它的测试 那可能在几十秒内就给你一个性能测试报告 那我们也看到这上头 它有评分 最大的评分 是一个对你网站最综合的一个评价 那除此之外呢 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很有趣的东西 它有实践式数据 就是我刚才讲的 在它那里对你这个网站会跑分 那除此之外呢 它还会给你出一个 一些优化的建议 来给你一些最初的一个想法 那我们这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我这块是买一个淘宝做的测试 我们注意到它不仅有实验室数据 还光阔了一些真实用户的数据 那这个数据 很有意思 这个数据实际上不需要这个网站的开发者 做任何的事情 那这个数据是从哪儿来的呢 它实际上是来自于所有的Chrome的用户 就是如果一个Chrome用户 它在安装Chrome的时候 勾搭那个勾选下 我愿意为了优化Chrome 让它收集一些统计数据 它就会把你的这个数据收集起来 然后在这里呈现出来 那可能这个PainSpeed Insights 它给你的这个东西是比较general的 就是它不是特别的有太多的细节 可能就是给你一个大事的体会 那下面这个Chrome的这个 UserExperialReport 我们管它叫UXReport 那它的功能就更加强大了 那实际上呢 Google外所有的 就是它收集到的用户数据 都放在一个类似于数据库的地方 那它现在是在谷歌语言上 那个服务的名字叫 叫Bitclory 它实际上是个付费服务 那实际上它提供一些非常灵活的手段 能给你去用 你可以生成任何你想生成的样子的报表 那其实这个主要目的 也是帮助你去说服 比如说你的Stateholder 去证明我的网站有百分之多少的用户 可能在享受非常差的体验 那甚至可能或者你需要证明给它 我们的网站的性能跟一年前比 可能降低了多少 其实它的功能非常强大 那在Google IO上还介绍我一些其他的一些性能测试工具 比如说这个Search Console Speed Report Search Console这些东西本来是用来做SEO 就是搜索引擎优化的 那它现在因为谷歌提出了 我会根据你网站的性能来确定搜索排名 那它自然而然也给你出了这样一个工具 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能够通过改善你的网站性能来优化搜索排名 Fair Cores Fair Cores是一个第三方工具 这个东西主要是给Fair Cores Fair Cores是一个零平台的服务 主要是用来服务一些application的开发者 那这里我就不细讲了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了解 那现在我们通过刚才的性能测试 有了一个对我们的网站 有了一个 应该有了一个最基础的认识吧 那我们现在想找找解决 那我觉得可能有需要这四步吧 你要确定方向 你要制定一个切实可行 可以实现的目标 然后你要能找到办法 找到一个路子去解决这些问题 然后呢我们就要持续的监控它 确保它问题不会再出现 那确定方向呢 就要邀请我们的老朋友 这个叫Lighthouse 现在Lighthouse被集成在了Chrome DevTools的Audit Panel 这东西跟刚才的PageInside不同 这个东西它的目的 更多的是为开发者来服务 就是为你在开发过程中服务吧 你在你开发的任何过程中 你可以不断的去讨计这个测试 这时候你如果在DevTools 去找到这个Audit的话 你简单的开始运行 它就会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 给你生成一个report 这个report非常的详尽 它除了给你一些评分 它的实验室数据 甚至还包括一些 对解决你这个问题的一些建议 还有 其实这个report 它不是包含了网站性能优化的东西 还包含了很多别的东西 像可用性的sacility 还有一些best practice 就是最佳的一些实践 它更重要的东西 实际上你可以反复运行这个 去看你的网站哪些方面可能存在问题 顾Io上还聊了一个有趣的东西 叫做performance budget 实际上我们参加这个Io之前 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东西 那这个budget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 它给你一种办法 让你能够去约束所有的开发者 比如说我可以通过这个来限制 页面加载的时间 或者我限制javascript的总大小 或者我限制我的页面头份 不能低于多少分 那这个东西是怎么工作的呢 它是通过一个这个简单的json实现 这个json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 它可以限制各种各样不同东西的大小 比如说在这个json上 我限制我的script的大小 不出过300p 对吧 那大家可能会想 那这样的东西 我怎么让它 我可能呢 我这起了300k 那它也可以不钻手 对吧 那会发生什么呢 那实际上 这个performance budget 它实际上会跟各种各样 谷歌的一些工具去继承 比如说lighthouse 你可以在 在你设置了这个budget的json文件以后呢 你在好lighthouse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额外的报表告诉你 如果你的这个budget 就是超过了你实际的bondset 比如说超过了你 把这个设定的 那它在这会有一个报表来提示你 这个东西不符合 那可能你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不够有 还是不够有强制力 那它实际上可以跟更多其他的工具继承 比如说webpack 它跟webpack的继承 就是它有一些pulling in 然后能让你在打包的时候 如果你的包大小超过这个大小 比如说让它过不了 直接挂掉之类的 那github也是一样的 github我们知道有true request之类的 这样的东西 那我完全可以把这个工具跟github集合 让它你的这个东西 你的提交的pr 如果导致bondset 比如说超过了一个线 我让它mert进去 那我们已经从刚才的budget 确定了我们团队需要优化的目标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干活了 那可能刚才的audit 能给我们一些提示 但是它的提示还是比较粗 它可能只是告诉你 你的CSS太大了 那具体你这个CSS 到底是什么CSS 你可能需要通过这个工具 你可能需要通过这个工具 这工具叫做ProfilePanel 那跟audit一样 这个Profile一样是在Chrome DevTools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DevTools 然后打开这个performance选项卡 然后它左上角有个小的reload的图标 然后你如果点一下 那它就会快速的执行一次性能检查 它的功能实际上非常复杂 可能没有时间去仔细的跟大家一起探讨 但是总的来说呢 这个Profile相对audit的你更加的测动于细节 比如说你的audit提示你 你的这个JS文件可能影响了 用户的看到第一个有效的屏幕 那你可能就可以在这个Profile里头 去仔细的探索到底是哪个文件 阻塞了你的整个渲染 那你可能就可以下一步去想 如何让它同样的阻塞 那后面我在方法的时候 也跟大家更仔细的探讨 怎么去做这样的优化 那优化完以后 我们可能还需要确保我们的网站 在比如说半年以后 它还是保持的那么快 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些持续监控的工具 那谷歌在这塞窝上呢 发布了一个叫做Lighthouse CI 这东西可以跟一些常见的CI工具集成 从而能实现持续的对你的网站性能进行监测 那这东西还是在Beta里头 所以说我们可以一起期待一下 但是Performance Budget 就像刚才聊到 它也可以很好的跟一些Command LAM 就是一些命令行工具去集成 让你能够实现你的持续监控的目的 那现在让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刚刚提到的一些工具 PageSpeed Insights 和Chrome的US Report 它主要是focused在线上环境上 让你对线上环境的情况有一个认识 那Audit Panel 帮助我们去寻找我们网站上可能进行性能优化的点 那这个Profile呢 那就是我们作为程序员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利器 那至于Performance Budget和Lighthouse CI 帮助我们能够持续的关注网站的性能持续优化 那这个slide分享了 谷歌的一个Io Session 叫Demystering Speed Tooling 它介绍了非常多的 用来做网络性能提升的工具 很多都是谷歌出现的 其实有一部分我在这里分享的时候提到的 我一部分没有提到 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在YouTube上找到这个视频去了解 那我们介绍了更多的工具 那下一步我们可能会想 如何去解决这些工具发生的问题 那我们开始我们的第三部分方法 回顾一下 我们刚才介绍了一些 在第一部分介绍一些影响性能的关键因子 延迟带宽 静态资源 TCP SSL握手 还有DNS解析 其实实际上最后很多性能的调优方案 都围绕着这些关键因子进行 那首先我们尝试优化延迟 其实优化延迟 我们能想到的 最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CBN 因为CBN 它是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它实际上是把你的一些 content 去分布到全球各地的节点上 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延迟 它一部分是因为光速的限制 那实际上你作为一个客户端 你离服务器的物理距离越近 那可能你的延迟就会越低 那带宽可能也会越高 那这个我就不做太多的解释 缓存当然是最快的 因为你的客户端在缓存的情况下 加上就不会发出请求 那自然也就不会有延迟的影响 那这样缓存那是有一套很成熟的东西 是在W3C标准里头的 通过CacheControl的HTPHeader 如果你制定一个正确的缓存处理方案的话 来确保那些需要缓存的都得到缓存 不需要缓存的不要被缓存 那就能很好的缩小延迟的影响 那真正的内容 很多静态元素可能甚至可以设置成永久可用 那当然你还是担心它有天会变 那可能有些其他的方向可以辅助你 比如说你用那个hashtag 很多构建工具都能生存这样的东西 来确保你既能最大化的使用Cache 又不会担心真正这些数据发生变化的情况 那另外我想提示的是 这个eTag 当你的浏览器认为你的cache 可能已经不是最新的时候 它会给 它会给服务器去发送一个请求 去向服务器询问这个资源是否新的 那它会用eTag去做教练 如果服务器告诉你这个数据没有变 那它会告诉你这样你不会 客户端不需要去重新下载的资源 这个听起来非常高效 但是实际上eTag的消耗也是很大的 所以说缓存的目的实际上并不是说 我们可以接受这种eTag的方式去查询 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其实是希望尽可能的减少 客户端和服务团的交互 甚至不希望它去跟服务团去发任何请求 那第二步是什么 带宽 那怎么优化这个带宽的使用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了解的一点是 我们网站的用户 我们的客户端千差万别 我们的客户端所属的网络也千差万别 比如说现在很多网站可能 它的排名第一的用户已经是移动用户了 而移动网络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你在有些信号不好的地方 可能就是3G或者是甚至连3G的速度都打不到 那你的网站的性能 你需要考虑这样的用户 你不能说你这个3G就不赔用了 是吧 所以说认识到你的这个网络 在所有用户那里的性能 那可能你需要借助我刚才提到的那些 真实用户测试 比如说我需要知道我有多少个用户 他在 他在被你的用户 被你的网站的性能影响 他甚至可能放弃了 最终在你的网站上继续走下去 那实际上还有一个方法是 我们在进行实验室测试的时候 比如说在audit和profile运行的时候 Chrome也提供这样的选择 让你去挪择这样的用户 那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到 这些问题 那优化代康使用有什么具体的方式 那我这里总结了有三个大类 延迟加载 提前加载 和不加载 首先就是延迟加载资源 那说到延迟加载 那这里有一个 OK 那我继续 延迟加载 可能能想到一个很有用的方法 有多难加载 因为现在的网站大部分的用户都是移动用户 那移动用户的屏幕 他们经常都很小 一个屏幕可能最多只能显示一两张图片 而他们的带宽也往往有限制 你如果强迫它 在网站一打开 就要把所有的图片下来下来 那这会带来特别大的带宽的消耗 那我们发现呢 通过这个冷加载 可以很好的提供用户的这个性能体验 这是一个medium.com medium.com 是一个博客网站 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人发表的技术博客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网站 在我滑动的过程中 他不断的 右边这个是Network 我们可以看到 他不断的有新的图片在下载 那他实际上就是 最终实现了一种对用户比较 友善的一种浪加载 那Google发现呢 在他们的网站 在他们的chrome.com网站上 他们使用了这个浪加载以后 他们平均节省了 46%的用户流量 因为并不是所有用户都会 对白人网站一直看到底 对吧 那如果你只给他显示前面的 那就会带来非常明显的 资源节省 那蓝亚台有很多种实验方式 那可能以前人们都会 选择用inkdrop 这种基于纯jabstrip实现的一套东西 那无非他就是在你用户滚动窗户的时候 不断的去检测你这个图片 在这个显示范围内 如果在 比如说我就做些事情 让这个图片加载 这是最传统的方式 那其他这些浪加载 其实很多人都在尝试 在github上 其实有很多现成的文字 我在github上随便搜一下 浪加载就搜到了非常多的 现成的文字可以用 那实际上呢 Google Chrome从75 它开始支持一种原生的蓝加载方式 它的使用方式非常简单 就是在你需要在加载的资源上 加一个loading 加一个loading 然后这个loading的类型是lazy 如果是lazy的话 它会自己给你实现一套原生的蓝加载 听起来的时候非常方便 但是我注意到 它实际上并不是标准的一部分 就是它是在Chrome浏览器上被支持的 并且我觉得 如果它不是标准的一部分 那我也很难确信 在其他浏览器 什么时候会支持这样的风险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们可以去做到什么 那除了延迟加载资源 我们还有其他的思路可以去走 比如说提前加载资源 在网站上总有一些资源 它是非常关键的 那什么是关键的资源呢 就是没有这个资源 你整个页面是不把工作的 比如说一些重要的CTS 比如说你如果是USPA用户 你可能 就是单页面网站的话 你可能需要 你的那些重要的Jarscript 肯定是关键资源 那当然你的HTML本身也是关键资源 那有的时候我们现在的网站 越来越是越素材 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资源 有可能你在评估你的页面性能的时候发现 你的某些关键资源在盘盘的时候才开始加载 并且我最终发现这些资源block 整个网站有效内容的显示 那我们可以尝试使用这个preload 这个preload是用于HTML的link标签 我们可以在上面加它的REL属性是preload preload等于告诉浏览器 你的这个资源非常重要 尽可能早会开始对它的下载 其实这个例子我觉得比较tricky 因为实际上现在现在的浏览器非常强大 它强大到它在真正处理你的HTML 整个文档之前 一行一行处理之前 它会有一个预加载器 预劝人吧 它会去把你的所有HTML分析里面 去分析出来哪些更重要 它会直接开始下载那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preload 我们是一个我仍然需要理解的东西 因为有的时候它不是那么聪明 它毕竟是一个自动化的东西 当然在这个事情上 当你买所有的资源都加了preload 那是不是就相当于你没有加 因为那等于告诉浏览器 这些资源我都要 那等于什么都没有告诉他 所以说我们需要通过chrome dev tools 首先要正确地分析 到底什么资源阻碍了页面的渲染 比如说在这张图上 我们注意到 这个FP就是 手评的意思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有一个JR script 叫vonder.js 这个东西 它似乎在所有的network里 它最晚 并且它的优先值值高 这就意味着它被转化器认为是有关键责任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用户 用户的第一手评 它其实是被这些东西阻碍了 那在这个例子中 如果我们能尝试通过preload 让浏览器在更早的时候 去下载vonder.js 那有可能就能提升用户的性能 其实preload的用法也很简单 就是在网站的 比如说height的标签里 加这个link的标签 来告诉浏览器 比如说在这个例子里 我们希望就拉出点JS浏览器 尽早的开始下载 再来根据我实际在项目中的经验 我发现这个preload是很有用的 因为首先它不是那么复杂 比起一些其他的你想办法 绞尽然后是才能做到的 这个preload是一个非常容易实现的东西 并且它的浏览器兼容性非常好 那与preload的类似呢 还有一个叫做prefetch prefetch和preload有什么区别呢 preload是在告诉浏览器的资源 非常重要 请一刻在可以的话 越快越好去下载这些资源 prefetch呢它相对的温和一点 它告诉浏览器 这些资源用户可能之后会用的 如果你什么时候闲了 你把这些资源给我下载下来 prefetch它往往用在一些 比如说 比如说一个单页面应用上 可能有一个很大的东西 是用户在点击了什么东西 到下一个页面的时候才用到的东西 那我们的调查发现呢 很多用户最终都会去点击这个 button 去到下一个页面 也就会用到这个文件 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上一个页面呢 去尝试下的这些东西 那在用户真正做出这样的操作的时候 它就能有更好的用户体验 那当然呢 我觉得prefetch没有prefetch的模板经营 首先用户行为是难以预测的 比如说你为用户的下个页面 加载了一个很大的资源 可能用户最后压根就没有去点 那这个对它来说就是一个再宽浪费 那实际上在谷歌它还提出一个 叫做predictive prefetch的东西 这个东西它大概是 基于一种那种用户行为统计 它有一些库可以给我们去尝试 你可以通过一些库去统计你的用户的行为 比如说有百分之多少的用户去点击了那个 button 从而需要下一个资源 它这个叫做predictive prefetch 提供的我们一种可选项目 就是在帮助我们去判断哪些资源应该被预先加载 那只喜欢predictive prefetch 大家可以去看下面这个列车的这个油管的事情 最后除了延迟加载资源和预先加载资源 那当然不加载资源最好 那当然不加载资源就是通过cache 那如果我们正确的使用cache 那也可以很好的去优化客户端的有量使用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影响到我们网站性能的关键因子 还有一个大位就是 资源文件 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摆脱不了这资源文件 不管你的网站怎么优化 你最终肯定都要用到一两个扣 你会有一些原代码 首先我们可以尝试对这些资源文件进行数据压缩油滑 那首先我们可以尝试对这些资源文件进行数据压缩油滑 brotly是一个谷歌开发出来的一个code 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个东西 那你至少可能听过JZIP 因为在brotly出现之前 我们往往浏览器都会用JZIP 来对一些资源文件进行压缩 可能还有一个更老的叫deflate 咱们可能现在大部分都不用JZIP 其实它跟brotly都是属于压缩的技术 那为什么我们是提到了brotly呢 因为它跟JZIP有一个最可值的区别 JZIP是一个通用的压缩算法 你可以拿不止去压缩网站的那些东西 你可能可以压缩任何其他别的东西 那这个brotly呢 它不一样 在这里它是专门HTP传输 专门HTP传输 专门HTP传输进行优化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 它使用了很多种编码 其中有一种叫Hafman编码 它给它的Hafman编码准备了一个词典 这个词典是根据HTP所用到的那些常用的东西 大家知道Hafman的词典是基于优先的 就是最常见的东西它会用更短的码来编码 它专门为HTP搞了一套这个东西 这是微软的一篇文章 微软这篇文章上 它对各种各样常用的图片和文字 各种各样的东西进行测试 它发现这个brotly brotly 相对传统的JZ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当然这brotly有很多种不同的子算法 因为它是可以调整自己的压缩比的 压缩比越高可能性能也越差 但是压缩效果又好 那实际上brotly现在是被绝大多数主流有爱气支持的 但是我们从这张图上仍然看到 E是不支持它的 但是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在brotly brotly已经被写在了W3C标准里头 那它实际上标准中设定了一套协商机制 就是当你访问一个支持brotly的网站的时候 它不会就直接给你brotly的内容 它会给你一个协商的过程去问你 你支持这个东西 如果你不支持 它会转型用JZ块给你通讯 实际上我认为brotly 我们现在使用是非常安全的 它需要服务的来支持 也就是说 让一个东西支持brotly 如果你是一个静态资源网站 如果你是一个静态资源网站 那可能你需要在NJ上做配置 那如果你是一个其他的网站 比如说基于.NET 那你可能需要在IIS上去做这样的配置 让它支持 那brotly它不是一个银蛋 我在CSS Tricks上看到一个评测 它提到 这张图它说的是 用不同的压缩算法去压同一个资源所需要的时间 我们注意到某些brotly算法 它的时间相对JZ块来说 它的时间消耗提升还是很明显的 那也就意味着 这个brotly更大的压缩 压缩 那也意味着更大的压缩成稳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去看了很多网站 我发现只有一部分网站 不符合这个brotly 很多它还是用了JZ块 可能它也需要考虑各种各样移动设备的性能 所以说我觉得很多优化它都是平衡 你需要根据一些性能测试的结果来判断 你的用户的短缩真正是什么 从而选择一个正确的优化方法 那这里还可以提到的一个是HTB2.0 那这里我提到的是压缩算法 所以说这里要提一下HTB的头文件压缩 那之前HTB1.1它是没有头文件压缩的 实际上这是非常大的性能浪费 因为大家知道在HTB请求来回的时候 有一些coupy之类的东西 它是不变的 就是你发给服务器 服务器再发给你 就是这些东西 原来都不变 则是来回这样搞的 那实际上HTB2.0它用了编码叫HPAC 它是一种基于哈佛曼的一种编码方式 但是它没有用JZ 因为JZ有些安全风险 实际上图文件压缩 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繁瑞 但是这个东西 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很多东西 大家照顾没有听过这个coupies domain coupies coupies是我刚才提到的 它是在HTB请求里的东西 但是因为它很大 在以前是1.1的时代 你这个东西会带来非常大的带官小好 你不会对它做压缩 所以说它有一些 有趣的性能优化的方式 比如说我不传这个coupies 但是实际上有了HTB2的 投入电压缩技术 这些东西都已经 都已经敲满了 都已经练成了反模式 可能还有人在用我去 除了压缩技术 还有一个就是minification 我想大家做过全能的同学 肯定都知道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它为什么work呢 就是它通过牺牲你代码的可恶性 它采取各个量的手段 去把你的代码处理成尽可能短的格式 来减少人间的体积 畢竟你的浏览器它是机器人 它并不关心你的代码 能不能人类能不能做得多 这些东西现在很成熟 通过各种各样的前单构建工具 甚至一些npm的库都可以实现 我这里就不仔细去讲了 那可能去缩小的体验文件大小 还有一个思路 treeshipping 就是谣述 那就是你的代码 比如说你可能调了一个库 这库里有一大堆的提供一大堆的函数 但是你还没有用到那些函数 那如果我能想办法在我 打包出来的JOSPIT文件里 去把这些东西排除掉 那就可以有效的减少资料文件大小 那其实treeshipping 我觉得就分为主要这两步 首先你需要有办法去识别 你需要从程序角度让它能知道 你的代码是不会被使用的 让它能够有信心的把这些东西去掉 那另外呢 那就是确保这个程序 在有这个信心 有了这个信心以后 确保它输出的以后 确实没有这些东西 treeshipping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 那可能不同的构建工具 在treeshipping上都很不做的 那减少资料文件大小 我们还有一个可以采取的方式 就是移除昂贵的前端的库 因为有一些库真的很昂贵 可能为了窗户你想象 尤其你只是用了它一个很简单的功能 而其实这个功能 可能你自己写一两行代 就把它实现了 那这是一个某站 大家谷歌就能谷歌到 比如说这个网站 你输入一个像我们用到的 用前的库 它就能给你出来一个计算的结果 来告诉你这个库 minify以后 并且JZ打包以后的大小 我们一看到这个lowdash 它打包以后的大小 24.2k 这总的来说还可以接受 但是可能有一些东西 就无数能让人接受了 那这个wipack的bundle 是wipack构建工具里的一个plugging 就是它的一个接口 那这个接口干嘛呢 就是在我输出 我用wipack输出打包结果的时候 去得到一个分类图吧 就是帮助你去看 你输出的这些文件 到底都是由什么组成的 到底什么占了很大的空间 那这里我们注意到 有一个叫winter.js 有一个叫h1.js 看起来特别的显眼 比其他的包都要大 那我们进一步观看 发现h1.js 打包以后都要用大概30k 因为我如果用lowdash 我输出30k 我可能还能接受 但是我对一个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酷 它占我30k的model set 我认为是不能接受的 那最终呢 我们在开发中呢 研究的时候 发现这个hd.js 它是一个用来做 嗯 引扣和抵扣的一个工具 就是用来在生生HTML的时候 做那个引扣抵扣的 其实它的这个东西 我们的项目中 其实有很多其他的谱也能做到 然后我们这个hd.js 我们只调了它的两个方法 就是一个引扣和抵扣的 它还实现了特别多其他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 那最终我们采取一些办法 重新实现了那段 调了hd.js的代码 那最终把这个hd.js的暴力去掉 所以说呢 有的时候我们想移除 想控制这个静态 虽然文件大法的时候 考虑去掉一些昂贵的library 有的时候非常缩小 那我们刚才还提到了dns 它也是一个影响网站性能的因子 dns的dns跟资源文件不一样 它的带宽消耗非常的小 因为并没有什么大的东西在网络上传出 但是它的延迟有的时候却不小 那你在用chrome dev tools 你的audit或者profile 在对你的网站进行测试的时候 它有的时候会提示你的dns查询时间太长 那可能它遇到这样的提示的时候 你可能就需要考虑做些油管了 那首先呢 我们可以尝试去限制你网站上所依赖的domain的数量 domain就是域名 当你的网站 你的html上 引用了非常多的域名的时候 那就意味着浏览器需要对这么一个域名去 去发一个请求去查询他们的IP 但如果你的数量很多 就带来了非常明显的性能消耗 那第二个不要使用的东西叫做domain12.0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这个东西来做 它其实也是一个性能优化手段 它是干嘛的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浏览器官方 针对同一个域名 它是会启动6个TCP连接 那有的时候 它觉得这6个太少 我想要更多 那它想绕过这个浏览器的线上 它就把它网站上的静态资源 故意放在两个不同的域名里 让浏览器能开更多的线上 从不同的域名去下载 那实际上这些域名最终是在同一个服务器上 而我们刚才提到你的浏览器到服务器的带宽 跟你的TCP连接数量是无关的 而且现在随着HTB2出来 Domain 12.0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反模式 因为HTB2可以非常高效地使用TCP连接 它在同一个TCP连接上可以同时发送和接受 并且不会相互阻塞 所以说Domain 12.0你不要用它 就可以很好的减少DNS的消耗 那我们还可以考虑到一个技术 叫做DNS Prefetch 那DNS Prefetch 它跟Prefetch的道理是一样的 它告诉浏览器 而且如果你闲的时候 那就把这个域名发给域名服务器解析一下 那这样我真正用户用到这个域名的时候 浏览器就不用了 在它点的时候 它就发起这个请求 那同样的跟Prefetch一样 这个DNS Prefetch 它也能带来一些额外的性能浪费 那有可能用户根本就不会点击那里 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平衡的点吧 那另外呢DNS Prefetch 是一个实验性功能 也就是它的浏览性的兼容性功能不怎么好 然后最后呢我们介绍TCP 刚刚我们聊了TCP很昂贵 它建立就要三次握手 那我们该怎么做点什么来 试图减少TCP开销呢 创建开销呢 当然这一切 我觉得它应该是基于你之前做网站性能测试的结果的 你不可能无脑的就说不要优化TCP 一切必须基于你的测试结果 如果你的测试结果告诉你 你有一些不正确的东西 那你才需要进行优化 比如说在这个例子里 我的测试工具提示我 避免多次用户重定向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可能有些网站 你访问到这个网站的时候 它会做多次重定向 然后才会到最终的优化好市 那我这边需要强调的是 页面重定向 非常的昂贵 为什么 因为根据 W3C的标准 当页面发生重定向的时候 所有的TCP链接必须重新建立 那这我认为是非常昂贵的 那就意味着你的浏览器 需要重新建立所有的TCP链接 可能是十几个甚至几十个 那这里怎么优化呢 主要是一些 我知道的 主要是一些后端的 后端的优化手段 比如说 regret 不 redirect 相反 进行 rewrite 那具体 我觉得可以大家去 仔细了解 那还有SPA 我注意到SPA 也可以一定程度的减少 页面重定向 从而减少这个TCP链接的损耗 那最后呢 我使用CDN 其实也可以去减少这个TCP的开销 因为TCP的很大的一部分的开销 它是来自于延迟的 当你把你的资源正确的放到CDN上 那么你在向这些CDN去获取这些资源的时候 TCP的开销就会大大减少 因为你的延迟小 那最后呢 我们需要介绍网站优化的一个中继方式吧 HTPR 很多人可能了解我HTPR 甚至可能在自己的网站上测试过 但实际上HTPR的标准非常复杂 要真的了解它的原理 我想我在这里是解释清楚的 因为可能需要一层耳书才能说清楚它的原理吧 有太多的痛点 就是以前我们在HTB1.1时的性能方面的痛点 在HTPR它自然的就得到解决 以至于我们再也不需要做一些国外的事情去做它 那很多以前我们做的一些手段已经变成了 也就是说它在HTPR上反而会降低性的 所以说我觉得 要做网站性能的提升 你了解HTPR很重要 这样可以避免你走入一些误区 因为HTPR已经非常的广泛了 几乎所有的大型网站都是HTPR OK 下面是我刚才聊到的一些优化方向的小节 这里主要有这么几种思路 你可以尝试提前准备一些资源 你可以尝试让一些资源变成lazylog 当然你也可以减少文件大小 让它的性能得到提升 另外我们可以在DNS和TCP方面进行优化 当然中继解决方案是什么 可以用HTPR解决很多问题 在Google IL上 我去参加了另外一个Session 这个Session介绍了非常多的 在世界上的大型线上网站的性能优化的心得 它总结了一些常见的方法 其中是有很大一种方法 我今天应该已经提到了 但是还有一部分时间限制我没有去讲 大家有兴趣也会去油管上去讨论这个视频 我觉得这个视频应该说是我参加Google IL 我最喜欢这个视频 它有很多干货 并且演讲得也很好 那到总结了 我们今天讲了很多东西有点充实 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 无非就是想说明一个 我们做这个性能优化的一个正确的姿势 那首先呢 我们需要正确的了解这个web工作原理 尤其是游览器的工作原理 并且我们需要认识到 当我找问一个网站的时候 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底发生的这些事中 有什么事情最终会影响到网站的性能 我们需要理解这个原理 然后呢 我们需要借助一些工具 去对我们的网站进行真正的评估 这个评估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帮助你去说服你的spit holder 去支持你做这样的事情 那另外呢 它也帮助你去更好认识你网站的短板在哪 那然后呢 我们使用Chrome DevTools的多种方案 去寻找突破口 我们去找到底是哪个 比如说到底哪个文件 拖慢了这个网站的速度 找到了这样的东西 那我们就可以在代码上 或者采取一些方式去进行更多的优惑 那最后呢 我们介绍了就是 有哪些现在业界常用的方式 能够帮我们解决一些性能问题 当然这个前提是 你要走完前三步 并且正确的认识到 你网站真正的短板采访 再根据你发现的短板进行优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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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